魂老爹 趕電玩 大家好 今天呢 老爹要來教大家 怎麼猜這個 誒 競技場的 巔峰競技場 那麼呢 老爹不唬爛啊 老爹從頭到尾啊 猜 真的是沒有輸過 從伺服器開始玩到現在 一個多月 我看我玩多久了 誒 月卡 這是第二個月 所以呢 應該是玩了37天 競猜 只輸過一次 真的就只輸過一次啊 怎麼猜都贏啊 各位觀眾啊 巔峰競技場 巔峰競技場 這個是VIP服務 上面這個是 好像你 你到VIP 14.5的時候 你可以加官方的一個 特殊的LINE 但是 沒啥幹用啊 什麼儲值也不能比較多 什麼都不能比較多 也沒有什麼優惠 什麼獎勵都沒有 啊只是 加個LINE 可能日後 會推你其他遊戲吧 我在猜啦 加了LINE 到現在什麼幹用都沒有 好再來 還是贏 真的啦 老爹怎麼打怎麼贏啊 呃 怎麼猜怎麼贏啊 怎麼打是怎麼輸啊 好 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淨猜怎麼猜 我們仔細來看喔 我們拿這一次的逆天魂 VS這位S先生 我們來看 兩個都非常的強 全部角色 都非常的強喔 但是 老爹會猜 逆天魂獲勝 為什麼 我們看第一個點 逆天魂的伺服器是240 第二個 S先生的伺服器是260 那麼 大家都有無限的錢的情況下 玩天數比較久的一定吃香 為什麼 好 這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嘗試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看 他的角色 各位我們注意到喔 他這個 左上這個女棋啊 他那個 聖光的那個圖案有翹起來 各位我們看到他有翹起來 然後看這個 女僕 雙子 每一隻都有翹起來 各位我們看到 不行他每一隻都翹起來啊 這個逆天魂每一隻都翹起來啊 只有這一隻 右上角第二隻這個 光耀的這個 粉紅色頭髮這隻 這隻槍手 還有第二排中間這個趴趴熊 你們仔細看喔 還有第三排這個最左邊這個 暗屬性的這一隻 這三隻是沒有翹起來的 各位知道翹起來代表什麼意思嗎 好來 我給各位看喔 你們看一下我的獅子 我的專屬武器是全滿的 三十級的 所以你們看我的獅子 我的這個是不是翹起來 沒有錯吧 翹起來 翹起來代表專屬武器全滿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 呃 像這個 蝴蝶升到二十級 他的這個綠翼的 左上這個綠翼的這個框框就是會 下面會凸一根 凸一根捡起來的 有沒有看到 各位觀眾 凸一顆捡起來的 好我們看如果都沒滿的情況下是怎樣 像這個 女工 我只有升到十級而已 他就會一個圈圈 有沒有一個圈圈 四個點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到 一個圈圈四個點 好什麼都沒升的呢 只到連十級都不到的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 烏毒行者 他就是很單純的一個圈圈 各位看到 一個很單純的金圈圈 好 這個代表什麼 其實這遊戲的專屬武器 影響非常多 影響非常多 所以老爹在拆的時候呢 老爹這樣看 這個S先生呢 全部翹起來的只有 一二 三支 四支 五支 他全部就只有五支翹起來 那我們看逆天魂 一二三 四五 六 七 八九 十 他有十支翹起來 而且 這是第一個判斷點 第一個判斷點就是 誰的專屬武器全滿 這是老爹競猜的方式 第二個判斷點 他的伺服器的老舊 逆天魂兩百四 S先生兩百六 好 第三個點 誰的心數 總平均比較高 逆天魂全滿 S先生 靠杯也是全滿 但是 逆天魂 這三個點 他贏了兩個點 所以 老爹就會大膽的猜測 逆天魂是冠軍 那麼 這三個判斷方式 提供給你 老爹都是這樣猜的 從伺服器開到現在 老爹他媽只猜輸過一次 只猜輸過一次 好 分享給你們 希望你們猜錯呢 不要來靠杯老爹 我已經盡力了 好 好 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第二個階段見 大家 拜拜 好 第二個階段呢 老爹來教各位打這個 巔峰競技場 你們仔細看喔 老爹的巔峰競技場 排名的是第三名 其實這個第四名的 香香香 香香小姐 還是先生 我不知道 他的戰力比老爹高出 高出8000K 其實算蠻多的 可是呢 他真的是打不贏老爹 我們看一下喔 老爹跟他打 目前都是贏的 好 那麼冰山欄跟老爹的戰力 真的差了一倍 他比我多一倍 還多一些啊 可是 並也不是完全打不贏的情況 老爹可以打贏他一對 照道而講 他戰力高我這麼多 他的戰力高我這麼多 我應該是完全打不贏他的 可是呢 我們只要分配的好 就沒有問題 我們來打冰山欄看看 他第一隊戰力5000 第二隊戰力3700 第三隊戰力3200 好 這時候老爹就要跟你們講 其實大部分的人呢 他很喜歡第一隊就放最強的 所以老爹的建議 你防守的時候 第一隊放最爛的 真的是放最爛的 然後第二隊 放最強的 第三隊 放第二強的 真的是這樣子 很多人太多人了 老爹看太多了 那麼你的巔峰競技場就會很好防守 那打人的時候呢 老爹打給你們看 因為我也只能打這兩位 都是一萬多K的 真的是 看真的是有夠強的強 好 這隊呢 5000K的 原則上老爹根本是 全部放棄的 根本不可能打得贏的 這隊3700K 這隊3200K 我們從他 第二強的隊伍開始下手 那麼 我們要上的是 像這隊3000K 2000K 第二隊我們上的就是 我們盡量派出 我們最強的隊伍 好 老爹排一下喔 好 這一隊我們就這樣子來 克他看看 第三隊 我們派出我們 第二強的隊伍 應該要這樣放 好 第三隊派出我們第二強的隊伍 好 好 那麼第一隊呢 其實就是放棄 根本就亂放 因為你要面對戰力這麼高的對手 他的這一隊喔 我們根本不可能打得贏 所以 一般 老爹可能就隨便亂塞了 我們主力放在第二 第三隊 我們戰力差很多喔 我才1900K 1800K 這次差蠻多的喔 我們戰力蠻懸殊的 好 我們試試看能不能打贏他一隊喔 所以這個策略也是蠻重要的 好 根本就是他媽的秒殺啊 我靠 每一次都被摸一下就GG啦 好 有機會喔 只要能幹贏他一隊我們就算成功啦 一萬多K的戰力啊 真是有夠硬的硬耶 硬和兄弟 硬啊 幹不會打到時間到吧 他那個木盾怎麼這麼硬啊 是要打到民國幾年啦 時間快到啦 魅惑成功 太好了 9秒 8秒 7秒 幹 又給我暈 幹 打到時間到啊 其實會贏的啊 幹 其實會贏的啊 幹 打到時間到是什麼鬼啊 好 女工 好 女工 哦 我覺得好可惜喔 我覺得我剛剛上一場如果贏的話 我就打贏他了耶 我覺得這一把可能會贏耶 幹 贏了耶 尬 贏了 一隻獅子我不可能打不贏吧 對啊 其實 如果沒有時間限制啊 老爹是打贏他啦 我剛剛第二場應該是贏的啦 尬 打到時間到啊 所以老爹是說的是啊 這個巔峰競技場 你如果排得好 閃過對面最強的那個對手啊 他三個隊 你就閃過他最強那一隊啊 只挑他比較弱的那兩隊啊 真的是有機會打贏的喔 好 那麼今天影片 就分享給大家 巔峰競技場的競猜 以及高階競技場 怎麼打 怎麼守 那麼呢 下部影片 老爹可能會做巔峰競技場 實測就老爹打起來給你們看 好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